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圣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今晚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请大家分掌 在没有请法师回答问题之前 我先讲几句话 这次特别感恩上红下海法师慈悲 到这边 给我们同修 带来佛法的甘露 让我们在菩提的道路上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通过法师的开导 跟引讲 让我们增加了信心 增加了我们的圣甘 增加了我们的福德 也增加了我们的资良 所以呢 借此机会 我个人特别感恩 法师能够在白满之中 抽空 过来跟我们同修开示 今天下午呢 法师想要跟大家做得近一点 他想在没有走之前 大家不要想到不好的地方 所谓的没有走 不是说没有回老家之前 就是没有回纽约之前 法师想借此机会 跟大家做得近一点 这样我们近距离的 探讨佛法的问题 大家会感受到亲切一点 所以也算是一次 揭心的这么一个机会 所以我接下来 把麦克风 转交给法师 好 那我们 信任法师慈悲 各位法师慈悲 各位联友 是觉得这样做下来呢 比较松快一些 轻松一些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也可以畅所欲言 那也确实大恩不沿线吧 就不也不说客气话了 这次来呢非常相应 也很增长 也很增长我的见闻 那趁下午我们 学会安排这么一个时间 刚好法师也慈悲 所以我就跟在他后面 让他引领着 我们下午做这么一个讨论 所以我建议呢 就是法师跟我一起来 因为为什么呢 确实我的学修还不够 这真的不是客气话 只不过多关注了净土一点点而已 然后呢 自己就跟这个黑板擦一样 自己满身都是灰尘 但是但愿这次来了 就是把这个黑板擦干净的话 大家可以利用 仅此而已 所以呢 我们就这样坐在一起 聊一聊吧 要不法师你先来吧 你先来把这些给他 或者一人一个歇一下 轮流来 好 好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请问法师 如何密得 增心 如何并观 援起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如何密得 增心 我都不知道我的增心在哪里 不用说怎么密的 所以还是请法师慈悲 跟大家开示 又提回来了 哎呀 真心呢 怎么讲呢 因为我们常说 起心就错了 动念就乖了 乖就是违背了的意思 所以你说如何密呢 呃 这个 《冷眼经》里边 阿南 这样反反复复密了七次 密心 在哪里啊 心 后来我照着佛说的说 心在了不可得之处 那了不可得之处 不知道在哪里 也许哪哪都是吧 所以呢 就是我们这次来净土的修法来讲 因为确实道理在那放着 还要有下手处 每个人的根性也不一样吧 什么叫做真心呢 真心就是念佛心 那我们怎么来密呢 你说密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如果就在禅宗来讲 大象说真心在哪里 本来就没有一个真也没有一个假 到处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 不敢认 你敢认吗 比如说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就这个现场 就这个法会 就我们每个人的根深 思想 四生 本来都是真心 但是你一念无名启动了 就成了忘 就进入忘形了 所以冷眼睛呢 把这个讲得非常透彻 本来就是 照天照地 活泼泼灵动动 这样的一个星 所谓的星 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肚子里 或者脑子里 可是呢 我们什么时候 一念旺起来了 啊 就跟模拟宝珠一样 本来就是真的 包括也没有个真的假的 但是你一念就等于说 开始问的时候啊 就进入了忘形了 我在答的时候呢 就旺上加旺 所以说 为什么以前你看 禅宗的祖师 你再给我问 把你的鼻子捏住 让你出不上来气 再给你问 一脚就踹到河里边 一会儿又说什么 桥流水不流 我们都以为是水在辽 瞧不动 什么呢 就像云门宗说的 截断纵流 当然如果从言语上来讲的话 刚才讲的模拟宝珠 当我们要密征 或者去甲的时候呢 就跟在宝珠上面开的一个开关一样 结果就变成电灯炮了 不是模拟宝珠 就进入忘形 我不知道我这么讲 大家能不能了解 那么我们再转过身来 正当你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念的时候 就是你通声扎进去 只管念 这个时候 就是离开这种议论 离开分别 我们常说离四季绝百飞 念的正在净行时 就是绝对的真心 不用怀疑 只要你一转身 在反问的时候 又到了忘境 所以我真心呢 讲不对的 怎么讲就是错的 但是你要这个问题 你听对了就可以了 讲不对 但是只要你听对了就可以 大致如此 阿弥陀佛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 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静空老法师 请到静中学人 物杂修 露出净土五经之外 又修学其他的大乘经典 如法法 大乱影 是否属杂修 会影响我们 晚上极乐世界吗 请法师回答 你是刮念题目 全由我答 行 那我就 厚着脸皮 我先回答几个 还是轮流来吧 当然 静空法师呢 我非常踪敬他 可以说我们现在 汉传佛法 好多佛弟子 乃至佛教徒呀 都是他老人家 可以说贡献的 可以用这个词 那么 现在又说到的说 这个我们就不管谁说了 光说到这个说 一门深入吧 什么叫做一门深入呢 当然说 你可以 就守着净土法门 直持名号 因为净土修也有 还有观想呀 那我们弥陀经里面讲到的 就是直持名号 一直念到底 这真的是上上上上 更新的人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不管谁问谁说 我都这么回答 这是我的见解 不一定大家能够认同 这是其一 那么退一步来讲 其次呢 还有一个叫做一门深入 是什么呢 就是万善同修 就是你所做的点点滴滴的功德 你今天发的这个 哪怕是一点点很弱的这种 道心回向心 全部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也叫做一门深入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做 从文思上可以广学多文 你看这里讲到的法花冷言 在我看来法花冷言 也是在讲净土 冷言经里面的 那七处真心 七处真心 就不是让你离开这种思维 和这个推比度量 老老实实念佛嘛 十凡显见 就说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可以代表 整个法界之法 它就代概括了 所以五十种阴谋出现的时候 你更加觉得说 哎呦我真的凭自力这么艰辛 赶紧我要回向西方 所以只要你心在这个净土道上 那么你不管什么法 都能往净土上会 这也叫做一门深入 不是说就躲得远远的不学了 当然如果从教法上来讲 我们专门学修净土 当然要以净土的根本经典论主为主 这就是我们说的五经一论 或者三经一论 乃至净土宗十三代祖师 他们的开始著作 这是根本 这个也没有商量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不会影响往生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两天讲到的 往生呀 只需要你的真性切愿 大家要做得生想 当然不是说盲目的觉得说 让我们就放弃修行 不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你也不要觉得说 我的功德老不够 怕往生不了 已经够了 因为依着圣言量佛说的言教来讲 我们已经够了 那我们现在主要是要品位增上 即刻花开见佛 是这样子的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成百 所以我想是这样子的 还有一个 其实净土宗 如果你真正的在教法上 能有一些融会贯通的能力吧 那么真的是 就是像 总是开设的说千金万论同宣 十方诸佛共赞 这些都不是夸张的事 确实如此 你像我那会儿在北京 居士领讲冷言经的时候 我多设立一个 就是有一种叫灌讲 就是现在我们有时候学习经典呀 你首先得把文灌过去 你文都灌不过去 你怎么弹选说庙呢 首先得把文一句一句的灌过去 那其次呢 再有一个叫做串讲 就是说把其他的法往这一块绘 最后我还设立一个导讲 就是导规极乐 其实这些法也可以跟极乐世界是通的 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说这个 就看你修的信愿是否正确 我们不要害怕影响往生 或者怀疑能否往生 什么杂修断修的 唯一的看 对你的信愿和念佛的功德有没有增长 往生只需要这个 也必须要这个 就可以了 还有这里讲到的是 冷言经中是否提及佛子物施蜂蜜一世 在家弟子是否 是否一应一教奉行 冷言经有说到不用吃蜂蜜吗 有吗 好像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没有欸 冷言经里面没有这样的说提到佛子物施蜂蜂蜜 那么关于这个是这样子的 我自己的个人也可以给大家汇报一下我现在的 这个所谓的境界吧 在原则上因为我一直讲法 就是说所有的这些饮食中 肉这当然就不在话下 酒肉 这是饭根本的酒 那么也饭根本的大乘菩萨戒肉 鸡蛋呢我们也是不应该吃的 在原则上来讲呢是不应该吃的 但是现在呢你比如我吧 一个法师 我有时候出去餐学炒的蒸的是不会的 但是呢有时候去餐学比如说 途中买了一袋饼干或者什么 我也有时候就不会去看里面到底有没有 或者有时候也许就会吃进去了 这也是真实的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在见解上或者说 知见上 你像印光法师就是这样子的 他认为呢这个 比如说牛奶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有的人呢他的发心是慈悲性 觉得那是牛的精华 怎么怎么样他就发心不吃 那也是赞叹的 那么反过来再说一个就是说 比如说这样子来讲 因为它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说戒律 因为我在北京也常给大家传这个三规还有五戒 乃至八观战线 很多人就把等同于什么 把吃肉和戒律会混来 今天借机给大家说一说 可能也许会大家觉得说怎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确实也有师兄弟 其实是照着佛的知见这样讲 但是有某些地方呢 比较太执着的就说他是魔 怎么个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正受五戒 在家人的五戒 杀生 偷盗 邪淫 妄语 饮酒 受了五戒 吃肉不算犯戒 那没办法 就是佛说的我们要依教奉行 佛没说的你不可以给他多加 但是吃肉呢是犯大成的菩萨戒 冷眼睛里面明文也说了佛子不应吃肉的 是从这个角度要把它理上要摆清楚一二三四 否则有时候 你有时候很多时候你比如说初击学佛的人 他习气很浓他就爱吃肉 但是他善根非常足 如果你把他彻底一刀子踩死了 就丧失掉他显发法身会面的机会 所以我们跟别人分享也是这样子 要善观因缘和他的现在的状态 虽然不像佛一样已经了如指掌 因为他有这个佛言圆明嘛 但是我们至少从反复的接触上面 看看他是什么样的更性 慢慢断 不能一巴掌拍死就吓退了 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吃肉来讲呢是不犯五戒的 杀生呢是犯五戒 杀人犯根本 就破戒 这个杀畜生呢等于说就犯戒 但是可以忏悔是通忏悔的 大家把这些要明白 至少粗略的要明白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吃蜂蜜 你想吃就吃 你发心说不愿意吃 觉得蜂蜜太辛苦了 你就别吃 这些都不在往生的份上论 不要扣摩说 吃了就不能往生 怎么怎么样 没有这些说法 阿弥陀佛 接下来的这道题目 我可以回答 草蜜有缘 商量下一次 来我们金钟学会弘法的时间 所以以后 大家肯定会有机会 向法师 都学习佛法 法师身上有太多的法 你看他所讲的 烂言 法法 商量 听台 大乘八宗 他都有设计 所以呢我们肯定会 有很多的机会 请法师 过来这边红法 阿美高佛 学长得呵斥我了 说我只有口法 有很多的法 那我们释迦牟尼佛说 本来这个法法本无法 结果我给大家增添了这么多的知见 谢谢 同学们的慎情 那既然说法嘛 佛法就是因缘法嘛 这水道 就像这次 也没有怎么样去期盼 也没有怎么样去用仇 结果结果就不知道 就自然而然就坐在这儿了 所以呢 这就是因缘吧 我们就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就可以 再念一下 这个简单的信令 宫廷师傅开示 他说有人看见佛菩萨像 非常害怕 有没有什么方法 对峙 这么好的事还要对峙 这身在福宗不知福了 这顺便说到这里呢 就有讲到 因为我们有的可能已经受持了这个戒体 包括 就包括五界里边 不是有大忘语界 不是说针对这个同修提问 这是我突然联想到 就是说 看见佛菩萨 不是这里 因为他问的是这个 应该是供的像 我们说有时候说 看见的像 就是有人会有感应 对吧 像你们朝斯大明山 在国内有时候 你像我们普通山 有一个地方叫凡音洞 凡音洞呢 就是观音菩萨 就是在那显圣显得不计其数 包括我自己 虽然业障中没有看见 我的老师傅道生法师 他说他看见两次 那我们那会儿 在北京读书 有一次回去 跟学长一起去 在那去看 旁边我们一个 我记得叫道习法师 他突然间就跟这个 不知道怎么了 当时我们也开玩笑 说你神经一样了 他就痛哭流涕 磕头如捣蒜这样的 后来才知道 他说他看见 就在反应动 所以首先我们 在这个 某这种意义上的 看见的话 一定是要真的看见 也可以跟别人分享 引发他们的信心 包括我们梦见了 或者说这个 修行修的见好相 等等这些 其实我们在忏悔 罪业 乃至礼佛的时候呢 都也许都会有 这样的感应 那么这个见呢 一定要 怎么讲呢 是真实的见 因为身为 居士同修呢 你比如说其他的 我们好像不会翻 在妄语上 特别容易犯 这个大妄语 就是没有见 说见 或者说没有梦 说梦 哪怕说你是 度纵生 也不能揍 特别是没有说有 或者有一封 说十封 都不可以 这个特别要注意一下 这是感恩这位 菩萨提的问题 突然间让我联想起来 那么说见到佛菩萨 像怕呀 这是可能有几种业果吧 我想最基本的就是 确实有障碍 可以说是 障身浮浅吧 那如果说对峙的方法 实在见到怕的话 暂时不要见吧 不要见的话 但是你可以给他 讲观音菩萨的慈悲 护佑 从这方面入手 那如果你说对峙 他看见佛菩萨像怕 我又害怕他 持咒或者念佛都怕 如果不怕的话 可以常念 常恭敬 南无观世音菩萨 或者让他借机 也可以给他说说 说有一个很灵的方法 让他把大背肉背会 心经也行 这两个是可以的 所以你看有什么方法 当然有方法 有佛法就有方法 就有办法 这么多的大乘经咒 那都是这个 让我们夜宵至朗的 所以说 持观音菩萨名号也行 阿弥陀佛都可以 应该有的 像这样的根基 一般他对观音菩萨 可能有感觉 或者你让他把大背肉 发一点心悖慧 当然如果他大背肉 嫌看见繁琐 也害怕的话 心经也行 最基本的观音菩萨 但是要给他 多说说菩萨的感应 菩萨的成这种慈悲 包容 因为这样的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心态呢 是他把佛神不封 可能有这种 就跟拜神一样 有位菩萨也是 包括我们佛弟子 有时候都觉得说 怕得罪菩萨 我那会儿 送地藏经 送的后来 信了净土了 还觉得 对不起地藏王菩萨 觉得背叛了他一样 这都是凡夫见 有时候这种 特别好像虔诚的 还去这个 就道歉 怎么样的 以凡情采圣志 我们因为人有 这个人我分别 有高矮 有这个势力心 所以你看 感动我们的世界 也是一会儿高山 一会儿峡谷的 一会儿海 一会儿陆地的 在佛菩萨的视野中 他的心地是平等的 清静的 就像外太空 看地球一样 什么高矮差别都没有 那么每一尊佛菩萨 看一切众生 如母一子 世间的感情 母对子 尚其没有一点点的死心 何况诸佛菩萨的这种 无缘同体的大慈大悲 他是超越了我们 爱见慈悲的这种 把这个道理 要多给他讲 慢慢入道 但是呢 实在是 如果还不能的话 再退一步 你要念佛 或者念菩萨名号 给他回向 给他回向 让他增福增会 不要墙 按着头吃草 这个度化宗生 常说的 把手牵他行不得 直至自肯 是相应 能差不多把握 这样的原则 就可以了 阿弥陀佛 我倒是有一个建议 有些同修 看见 佛菩萨 像害怕的 不敢念佛的话 你就改成念 南摩鸿海法师 你下次把他 念过来的时候 他自然而然 就有机会 给你得度的因缘 这个是一个 不错的经验 下一个问题 请师父 慈悲开示 古大德云 大义 是这样的 修道之人 常念食 这个字 道业 自成 请问 常念食 这个字 怎么落实在 我们的日常 伤火之中 是否在 早晚课 当中 和念佛一样 每天 念很多病 食 这个字 好 谢谢 念食 法门 确实是 印族 常提到的 说他曾经 也写过 这么一个字 有这么一笔 书法 中间一个 死字 说这个 修道之人 能够念念不忘 道也自成 那我自己 前两天 也给大家分享过 也是曾经 装模作样的 写了一个词 在那 顶了一个月的事 所以是常念这个死 不管念死也罢 或者念其他的 都是不管我们修法 首先一个 得制成 得恳切 不要夹杂这种 功利性 或者说 求效性 乃至 这是我自己 深受其害 之所以成为 修行路上的常拜将军 我自己也是 就是这种 演艺型 总想说 因为毕竟去弘法 号称法师 总想着 演一下 把自己包装的 很修行 天天的这样 很多时候 我们也可能 遇到这样的人 就跟你说出话 就这样 嘴里面 吓得有些人 就觉得说 这佛教徒怎么了 这个念呀 得心里有这个事 就是怕你忘了这个事 所以怎么落实 我们很多时候 会讲到落实 生活中 然后大家都觉得说 应该把这个 从哪拿过来 然后每天 一点一点一点 都像钉呀 锚呀 钉在我生活里 生活就是我们的念头 所以你当下的 怎么想着 就是怎么活着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要落实 念这个死 这个死 不是说让你 就死死死 这样的念 要让你有这个说 必要死的念 这个概念 这个意识 你看到此地里面 为什么先开始修观 如果你正要修落实 也可以这样 每天抽一点点时间 观想说 这个一定会死 不知道什么时候死 死的时候 什么也起不了作用 就像我们那天 给大家说到的 道次地里面 也有这样的 这个开示 大家可以说修 像确实 有些道次地里面 比较 比较丰满的话 就菩提心也要修 这个念死 念无常 都人家都要修的 那我们现在 有时候以大乘自称呀 这样的就是 总归就是一个净土法 就是全方位立体的 好像都包欠进来了一样 可是我自己觉得 这个死是这样子 一个你真的念死 念真死 这就是要时时刻刻 警觉自己 像警钟一样 无常的 随时有可能死 那么你有没有准备好吗 其实修行的是什么呢 就是意念法 我们现在有时候 没修好 就是忘了佛法 只要你记着 就是在修 你在想着教理 思维着教理 就是在修 替换你的凡夫心 所以说念死 它的功用在这里 就是让你时刻能够 体验无常 时刻产生警觉 不要烙听在这个 现前的掩耳别式声音 现前的这个见闻觉之中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可能我们 怎么讲呢 还是体验的比较少吧 你真正的心 常在道上用功的话 你就会感觉到这个死 只要你一想起来 这个死 那么你的正念 马上就同步上来 它不是一个 让我们害怕的 或者恐怖的 这样的一个 好像一个角落 或者一个死糊涂一样 它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生命演绎中的过程 所以这个是 当真念死 念真死 还有一种反作用 也可以修 就是念假死 什么叫念假死呢 人是能死得了吗 就跟今天睡了 明天又醒来了 就这么样子 所以在轮回中 谁能死 真的能死得了呀 只不过看你 往哪儿死而已呀 为什么叫做 这个生有 死有 终有呢 就是只是你生命 现在你觉得 哦 你看地藏经历 不是有一个从亡 利益从亡品 对吧 存的时候 是我们在人道 这里面显现出来了 那我们觉得 我们在人道活着 死亡以后 它是一个转生 就以为是 真的有种死亡 没有死亡存在 只有业力相续 但是由于睡一觉 头一天和后一天 能够连得起来 那我们就很舒畅地睡着了 反正明天会起床 死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生命功能 没有打通生死之际 所以就有恐惧性 那么你这样的话 也可以这么念说 是不会死的 人是死不了的 首先把这种 通常对死亡的恐惧什么的 先把它摆平 然后再要求 我要死到极乐世界去 这边一舍 那边就出现 就是这样子的 两边都可以关 那你说的 在零睡前 模拟灵命 纵使念佛 这是可以的 念往生之后 念净土文都可以的 那么念死的话 怎么说呢 你要是念的时候 觉得这样力量大 也可以念 说死是决定的 什么时候死是不定的 死的时候 只有佛法能起作用的 这样解决自己也可以 但是有时候我们说 念的 你这里也叫到 思想不集中 还是凶念的少 你平常你就 只要想着说 我得死 只要这一念起来的时候 就是住在正念上 就可以了 也不一定 非得要口里念 说死死死死的 那还是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问法师 对于现在有某些佛教团体 是由在家女众 带领出家法师修行 有什么看法 这样是否 是否和服佛法的戒律 如法吗 这个问题 女众 我不知道为什么 特别强调 女众带出家法师修行 是不是最近 大家如果有看的话 我最近也有看到 有这么一个相片 就是有一个女众 然后旁边 围着一大堆出家法师 这个好像是在台湾 发生的一件事情 对女众带领出家法师修行 如果她是得恨 真正可以得法 具备那种 所谓的上师的资格 她真正可以带领出家法师 能够了生托死 离苦得乐 真正受益的话 我是一点没有问题 我是属于一个非常开放的人 但是最怕的就是挂人头 卖古路的 一些没有真正修行的 然后借着自己的一些明亡力养 然后为了要谋财 然后为了自己的明亡力养 然后出于一种相产的目的 然后弄到很多的出家法师 跟着她背后转 我觉得这种是百分百 是不如法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 暂之暂尽的佛弟子 我们是一个三宝弟子 你看首先要归佛 归法 归山 所谓的山是 正正有修行的出家法师 正正能够过着六合境的出家法师 正正能够带领我们 离苦得乐 走向解脱 走向涅盆的 这么一个出家法师 所以如果这位女众 如果是这么一个法师的法 或者是她的道行 特别高的法 那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最怕的就是 她是为了明亡力养 然后为了宣传 为了达到她不可告人的目的 然后去聘取种种的供养 然后达到她 满足她个人的私心 这个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 应该要提高警惕 提高警觉 好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样的 请问师父 如果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也是缘起 那是否也有成就坏空呢 好 这个 你看这就涉及到 教理的问题了 首先我们要了解到 极乐世界 大家是在学往生论 网生论里面就明确的 不是提出来 极乐世界呢 不属于三界之内 那么这个沉住坏空的 节奏是从哪里来的呢 它是从一个无名启动 一个幻象的世界 然后有为的世界 这样的有为法中的标志 就是沉住坏空 这是从国土上来讲 从友情上来讲 就是生老病死 从人的心念上来讲 就是生住易灭 这些都属于有为法 有漏法 燃法 轮回法 所以 那我们这个一说就明确了 因为什么 极乐世界 它是在界外的清净国土 是佛的土 连阿弥陀佛就叫做什么呀 无量光 无量寿 那是一种打破时空 光和影的效果 常乐我尽的 这样的一种 如如不动状态 所以大家在这个上面呢 这倒是一定要有原则性的了解 因为极乐世界 不可能有沉住坏空 当然大家又会问到 引带的说一下 这就涉及到更一个悬身的 教理上的理解 就是说 既然不会成住坏空 那为什么还要 不是在北华经里面说 阿弥陀佛会涅槃 观音菩萨要成佛 好像阿弥陀佛前夜涅槃 然后后夜 观音菩萨就顶带就成佛 叫普光生物光 山王功德佛 这个字又怎么会通的 这就需要我们现在要 大家要 以后有接触 比如说华眼经里讲的 昨天我们讲到说 佛说华眼经的时候呢 好多罗汉都听不懂 为什么呢 因为华眼经经里面 讲到的叫做 世事无碍 什么叫做世事无碍呢 就是一件事和另一件事 一个现象和另一个现象 没有排他性 是同步的 我们现在的 叫做不要说世事无碍 世里无碍了 就是任何东西都是有爱的 障碍的爱 比如说我们说 有可就有不可 有能就有不能 对吧 这是我们通常 这已经就是我们 这是大家共同认知的 一个惯性思维 可是当时华眼经里面 讲到的华藏世界 还境界里面 就是这样的世事无碍 大的跟小的 大的能入小的 小的能包大的 方的能入圆的 圆的能入 整个都是十玄盟里面 都是讲的一个无碍 无碍换成我们现代话说 怎么理解呢 就是没有局限性 所以有无限可能性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一般的知见就是 必然他没了 他才能有 这里阿弥陀佛 依然可以 永不灭度 知道吧 而观音菩萨 早已经在极乐世界 成就佛国 这也叫做世事无碍 所以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也是的 如果你跟阿弥陀佛有缘 就直接还是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你跟观音菩萨有缘 将来还是往生的 普光圣物共舞的 还是观音菩萨的极乐世界 都是一个极乐世界 但是并不妨碍他们 一个涅槃 一个城府 这叫无碍 所以我们一般觉得话说 这个行的话 那个就不成 这叫做障碍 所以才叫二元对待 佛法里面叫做不二法门 华影间里面讲到 入到什么了 弥勒阁楼里边 重重无尽 昨天我跟 昨天跟陈会长去到 这个 佛光山 不是那个 新来寺 对吧 新来寺里边有一个 成列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滑藏世界 就是这边是镜子 这边是镜子 观音菩萨 西方三圣在那里 你一眼望去 重重无尽 没完没了 这才是世界的真实状态 所以呢 你要理解到 极乐世界 绝对没有 承住坏空 而且 极乐世界的 承住坏空演绎 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它越承住坏空 在某种意义上讲 而你越发 在极乐世界 你所感受的 恰恰是什么呢 一切都 依然如故 这才叫做无碍 所以说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 然后这里 他讲道理 说极乐世界 也是缘起 缘起 这是从相上来讲 是从阿弥陀佛的 愿力上来讲的 以阿弥陀佛的愿力 起见了极乐世界的 接应的方法 那么一入到 净土法界 其实就是跟整个的 一整法界 是同步的 所以这个缘起 等于说 我们现在来讲 因为 一般都以为说 缘起法就是说 好像是有违法 如果你的心是有违的 无违法 我们也会感受到有违 你的心如果入了无违 一切有违法 本来就是无违 所以在这个上面 大家怎么看待 这个缘起 一定要跟性空同步 也就是说 缘起是这样的 性空是这样的 是一个手掌 过来过去是这样的 不要把一个圆球拍成两半 好像缘起法就是缘起法 性空法就是性空法 极乐世界就是真空妙 有的缘起性空的真实状态 所以我们说 光合影的效果就是这样子 这些非常微妙 有待于我们进一步 念佛念的心开意解 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所以有些东西呢 就是说 特别是宗教体悟的东西 修学体悟的东西上 我们只要好好的去落水 水落石自然就出 但是你不要去拔苗 一拔苗助长 有可能就会落到干会 干会就是说 其实不是真正的 是想出来的 不是修出来的 当然我们这个提问 是非常好的 因为可以断移 把你的移情断掉 也是一个落水的根本内容 阿弥陀佛 下面的一个问题 是这样的 佛说 佛走后 要依法不依人 是否也有人可依 这个呢 从我们 悍尘佛教的角度来说 尤其是 我们净土中 我们一直强调的都是 依法 不依人 为什么要依法 不依人呢 我们每个人都是 反复众伤 包括我们法师 我们每个人都是 伤死 罪恶的 防复众伤 我们防复众伤 是百分百靠不住的 你看我们法师 现在坐在这里 光明 堂反的 下来的时候 没准 烦恼有时候来的时候 佛哨功德令的时候 也会有种种的毛病 也会有种种的缺点 有时候也会跟一些傻事 所以你如果依止的是 我们出家法师 依止这个人的话 那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就会有种种的问题 你肯定会失问的 我经常跟同修讲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不仅仅发生在 我身边的法师上 我遇到有这么一个居士 这个居士是一个非常清诚的 说过菩萨界的这么一位居士 他对他的师父特别特别好 好到让我信慕嫉妒汉 他师父所做的 什么都是圆满的 什么都是美满的 所以他看他师父 就像一个佛一样 似师如佛 但是有一天 他突然间 就是他自己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找到他师父 本来想要他师父 安慰他几句 赞美他几句 结果碰到他师父 心情也不好 结果他师父 不仅仅没有安慰他 没有赞美他 反而把他给痛骂了一旦 然后这个弟子 被这个师父莫名其妙地 骂了一旦 但之后 他跟我说 这个师父怎么 跟我以前认识的不一样 我怎么皈依这么一位师父 是不是我已经瞎了 他开始对佛法产生发意 对他的男生产生发意 对所有的一整套的修行方法 产生发意 你看 这个带来的负面影响 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们大成佛法 非常测重 所以一定要依法不依了 因为佛陀讲的法 佛陀是三界导师 是三此父 难听教主 自觉觉他 觉醒阳满 他所说的法事 没有任何一定问题 但是我们出家法师 毕竟是一个三十夜战的 这么一个防复重山 所以防复重山 有时候就会 夜战现情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干傻事 有时候经常就会 辅沙功德灵 所以你如果要医治的话 那你肯定会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已经跟你讲 这问题的严重性 但是你如果要一味的 去医治的话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当然现在你看末法时代 很多同修 在侧重依法不依然的同时 有些同修也喜欢依然 但是我们人 之所以为人 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的因素 很多很多 所以你如果要医治 我只能劝你一句话 医治有风险 路道有风险 所以你如果医治一个 法师的话 风险还是有的 就像现在很多人 喜欢炒股票 然后在炒股票之前 你首先要意识到 股票有风险 路是需谨慎 所以你如果医治 医治一位法师的话 那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奉劝你的是 你医治肯定是有风险 有一定的风险 当然你如果找到一个 实强实美的法师 像我们鸿海法师那样 你可能不费失望 但是你如果找到 不是特别好的法师 可能在医治的过程当中 你会失去信心 但是这个跟我们法师 没有关系 是你自己医治的 过程当中 出现了问题 法师补充一下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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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